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4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改革开放40年的深圳终究如何 今天是深圳庆祝 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 习近平去广东的一个主要的议程,日程就是参加这次会 那么我们在前天,也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 我们做过一个题目,讲这个习近平到底去深圳干什么 他南巡 当然他主要是在广东活动,那么南巡他主要的政治意图是什么 那个节目里面 核心的一题就是一条 习近平这次南巡,参加深圳的40周年特区 成立大会 他的方向是什么 他的方向就是要让深圳 成为社会主义示范区 社会主义示范区,而不是 原来的改革开放排头兵 原来叫改革开放排头兵 排头兵是什么,排头兵就是站在第1排的兵 就是冲在最前面的兵 排头兵 那么现在要做什么,要做示范区 什么示范区,社会主义的示范区 就不是排头兵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我们那个节目就讲了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这个题目,原因是 我们看看习近平在这个会上到底讲了什么 是不是我们 判断的那样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析分析 先说新闻,那么上午开会,10点半开会 地点是前海国际会议中心,然后 这个会上呢 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然后是严祥董事长 陈志烈 中建科官 科工 这个总工 陆建新 发言,这是有代表性的,一个是 官员,一个是这个 高科技,高科技的管理者,还有一个是 科技人员 这三个发言 然后是李希,李希是中组部长,李希主持大会 大金刚继续陪,丁薛祥,中办主任,刘鹤副总理,管经济的 陈希,李希是这个 李希是这个广东省委书记 陈希,陈希 陈希是这个中组部长,黄坤明是 中宣部长 王冬明 王冬明是 解放军政治部主任,你看 陪 陪习的人他都会 习是一个很会弄权的人 他每次出去他都会抓一些 就是不是符合陪同序列的人来陪同,你比如说像王冬明,他当做一个什么 奖赏 当那种奖赏 然后还有谁呀,这个董建华,何后华,梁振英,这都是特首,原来的特首 夏宝龙,港澳办主任,何立峰 何立峰是这个干 就是 这是习近平的嫡系了 这个 发改委的主任,苗华,苗华是谁呢?苗华是人大副委员长 就是 多参加一下,夏宝龙是代表谁呢?夏宝龙应该是代表政协 他是政协副主席 然后是苗华是 人大副委员长 就是人大政协都有了 然后是特首林郑月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澳门特首贺一诚 林郑月娥为了参加这个会 把他的那个,在香港的那个 市政报告都推迟了 所以你看 特首他的 他的服务对象是谁 那你一看着就是,他肯定不是服务香港市民 他是服务于习近平的,所以他把那个推迟 来参加这个会 习近平的讲话,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不会全读 读两段 第一段 深圳 建设是深圳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 实践 创造了伟大奇迹,积累了宝贵经验 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 10点 第1 坚持党的领导 第2 完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3坚持发展适应道理,4 全方位对外开放 5 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人民为中心 7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8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9 全面灌制一国两制 10 坚持在全国一盘棋 他说以上10条是经济特区 40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新时代 经济特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时间中不断 丰富和发展 然后他又说了一下,他说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然后要率先实现现代化 这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 那么基本上这几条,这个讲话呢 就 两个字 很烂 再说两个字 全是屁话 为什么全是屁话 我是没办法,这没有比屁话更准确的 深圳如果坚持前面第1条和第2条,就没有深圳 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 深圳有今天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的成果 那么 发展性道理 跟深圳也没有道,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深圳要建设,他就去必须发展 全方位对外开放,这都没有任何价值 创新是第1动力 这是创改邓小平 邓小平讲的是什么 科技是第1生产力 这个判断是对的 这个判断绝对是对的 那么创新是第1 创新跟深圳没有关系,深圳没有创新 深圳全部都是拿来主意,深圳哪有创新 中国唯一的创新是什么 厚脸皮 共产党的厚脸皮 就是创新 这是创新 什么以人民为中心,这不是屁话吗 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什么鬼 这是一个总书记写的讲话,这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谁给他写的这个讲话 青山绿水 青山绿水 跟深圳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深圳不是绿水 深圳是海洋 深圳是靠着大海 不是球山绿水 这个讲话水平非常差,很烂 一国两制跟深圳有关系吗 一国两制是国策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国策 跟深圳发展有什么关系 你说这是深圳成功的经验 这个讲话实在是太差 太差 全国一盘棋 如果深圳坚持全国一盘棋的话 也没有深圳的今天 为什么 深圳改革开放的一盘棋是什么,那还是全国是社会主义 深圳搞经济特区的时候 全国一盘棋全是社会主义 全国一盘棋怎么搞,搞什么搞 所以 你可以看到 这篇讲话 其实是证实了什么呢 证实了我们前天的那个专题里面的主题 就是 习近平是要把深圳变成社会主义的示范区,用改革开放的成果 来证明 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可行的 他不仅要证明,要让深圳来证明 用深圳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来证明社会主义的 这个可行性 所以他这么说,他说 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这是第1个 第2个 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城市范例 我们要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深圳是个范例 然后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前提 社会主义 但是 如果深圳搞社会主义,深圳就会灭亡 深圳就不再是深圳 因为深圳如果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那将是一场灾难,这件事情 就是我讲 深圳和一合之隔 香港已经沦陷 那么现在 习近平要来搞深圳了 搞深圳 那么总而言之 习近平想干的事情 基本上在他的讲话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虽然水平很烂 但是他的意图 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的今天的这个股市很 很不给力 深圳海关透露 今年9月 深圳盐田广 单月吞吐量 140万标准箱,标准是集装箱,就是货柜 刷新了全球单一码头单月吞吐量的记录 这是继8月单月吞吐量创记录以来的又一次突破 主要的原因是近期零售业的巨头 沃尔马 亚马逊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圣诞节销售旺季 积极构 构囤构这个基础性生活物资 和个人防护用品 所以呢不少这个外贸企业瞄准这个市场 持续扩大出口 所以 这个盐田港的出货量非常的大 但是 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盐田港,盐田港是深圳上市公司 盐田港的股市,盐田港的股价 跌停 跌停 我觉得是大家来 喝一喝这个特区40周年吧 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这个 这个不仅仅是盐田港跌停 然后深 深圳业,深圳的上市公司,深圳业是老五股 深圳业跌停 这个生物业跌6.87% 深圳赛格跌5.86% 沙河股份,沙河股份是深业集团 就是深业集团 跌5.26% 特发信息 我们以前在中国股市里面讲猴股 什么叫猴股 摸不清楚,变来变去的,叫猴股 特发 就是猴股的这个词,是从特发信息来的 跌4.6% 天建集团跌4.36% 建科院 跌4.25% 建科院他的工程师还发言 跌4.2% 这是深圳股市 用本地股暴跌来迎接习近平的 来回应习近平的讲话 那我们讲一下 深圳的成功到底源自于什么 我们才能够看未来深圳会什么样 深圳的成功当然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天时是什么 天时是 改革开放第一炮 在深圳点 点着的 这是天时 对深圳来说是历史机遇 这是天时 还有一个天时 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 他需要向更高的产业链爬升 那么他必须甩掉 他原有的一些产业链 就是无法适应他 现有的这个 这个经济的发展的模式 那么特别是一些制造业 低端制造业 他往哪甩 那个时候港商就到处找怎么办 去东南亚还去哪里 这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一开放 瞌睡碰到枕头 港商顺势就跑到广东去 所以 亚洲四小龙 产业升级 然后港商找出路 港商又是一群这个很讲 相情的人群 港商其实那个时候开场的港商 都是很多是原来从大陆逃到香港去 逃港人员 所以他们一看改革开放那我就回乡办场 这就是深圳的机会 天使 碰到了天使 地利 深圳的地利毫无疑问 比邻香港 深圳靠着香港 深圳有今天就是因为他靠着香港 那么比邻香港面对太平洋 所以刚才我讲 延天港 延天港是天然两港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叫什么 前途无量 非常大的一个 大的一个港口 那么 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就在他旁边 跳的海 陆秀夫背着宋朝最后的一个 小皇帝跳海 然后他后面就一片 海岸线 那一片海岸线 宋朝的军民10万人在那里跳海 自杀 那就中国的中国人的 样板 真正的中国人就在那里跳海了 10万军民 不仅仅是军队老百姓跟着一起跳 人和 人和是 当然主要还是港人 港人的亲情 港人跑到深圳来当然其实不仅仅跑到深圳来跑到东莞 跑到 珠三角去设厂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人和这个很重要 没有香港没有港商到大陆投资 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 这是非常重要的人 没有台商的 加入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港商跟台商其实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动力 没有这个初始动力没有今天 所以现在很多人不讲这个 中共这个时候去对付香港人 那叫什么 忘恩负义 这就叫忘恩负义 那么这是第1个人和 就是港商 第2个人和是什么 第2个人和就是地方主义薄弱 你到深圳去不用说广东话 那么就基本上就是地方主义 就没什么地方主义本身地方没有东西 地方主义薄弱 这是第2个 第3个 官少 官也小 地方嘛就是深圳嘛就是 他级别也低 所以官很少 官也很小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深圳没有一流人才 深圳是全国二流人才的聚合点 所以你可以看啊 中国的人才往哪里跑 中国人才往北京跑 往上海跑 深圳跟广东基本上都不是一流人才去的地方 一流人才去跑北京上海 二流人才跑广东 跑广州 跑深圳 那么 跟广州比 那深圳人才还不如广州 广州毕竟是 已经是个大都会 他就是二流人才的聚合地 那所以呢这种人和 造就了深圳 二流人才你既然你知道你是二流人才甚至是三流人才 甚至你就根本就不是人才 那你该怎么样 拼呢 没有底线的拼呢 深圳的今天就是 这些二流人才 加上港商 加上这些官少 没人 没人来搞你 搞事 然后就 拼出来的天下 这是人和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深圳是个创业天堂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深圳 深圳 深圳的创 创业基本上是我认为我跑过这么多城市深圳的创业基本上是全中国最 最厉害的他主要他的产业 集中在哪些金融 贸易 科技 互联网 这几个行业 这是个冒险家的天堂 然后创新没有 中国没有创新 中国全部都是拿来主意 都是抄的 没有自己创新的东西 他也创不了 为什么没有创新 创新是有成本的 创新是要有成本的 成本不仅仅是讲 你得有一大笔钱不是的 你得有钱你得有时间你得有资源你得有见识好多东西加在一起的 创新不是说我想创新就创新了不是这样 所以实际上在中国所谓的创新是没有本钱的 没有本钱讲创新这件事情 中国天天在讲所以你记住 中国天天喊的东西都是他没有的 都是没有的他天天喊创新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创新 深圳没有创新 深圳就是拿来主意 这个东西好用是吧我就拿来用 抄 所以侵犯知识产权翻版这绝对是深圳的看家 看家本领 大家别忘了 华为就来自于深圳 华为中心通知全是来自深圳 你看中国 中国能打的这些企业 能打世界的企业全在深圳 为什么他为什么能打深圳 他能在深圳打下这片天下 他就能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打下天下 就这个道理 这是 创业天堂 第四 市场化跟权力的关系 深圳怎么说呢深圳是一帮的光棍 在这里混找饭吃 就是拼 然后这个城市就非常的 市场化 就是所有的东西你必须市场化 你才能够实现你想要的东西因为他没有啥都没有 但是这个地方又很全高度的 山头林立各种权力 央企 在深圳到处你看到到处都是央企 所有央企都在深圳 搞事 挣钱 全国各个省 都在深圳 做生意 挣钱 然后 各个什么什么什么富二代 全二代 红二代 都在深圳 搞公司 挣钱 在中国所有的权力都跑到深圳去变现 所以深圳其实是一个 山头林立的地方 山头林立 挣大钱的全是这些权力 然后这些 这些光棍们就在这个权力中间 想办法用这个权力用一下 这个权力用一下 搞来搞去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就 跑出很多大的企业来 所以这些大的企业是怎么形成的 并不 并不完全是这些光棍搞出来的 这光棍当中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些有背景的光棍 在这搞 然后就没有东西干扰他们 然后又能够利用这些权力 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像腾讯 像华为 这些企业 大家不要以为他仅仅是白售起家 他的确是白售起家 这个没有错 的确是白售起家 但是他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就要依靠这个权力 这权力就能有的用 才行 这是 所以 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城市 基本上你看这是一无所有 啥都要 所以他啥都要 你什么来都行 来吧来吧 反正我啥都要 我啥都没有 因为是 所以他非常的开放 他也没有什么既得利益 也没有既得利益集团 说我这手着 你不能进来 没有 他全是全开放 全开放 所以 这些年 这些年深圳开始慢慢的有既得利益了 深圳形成了什么呢 形成了实习阶层 实习阶层是什么 就是拆迁户 深圳的城市拆迁户 一拆能够拆出1亿来 深圳的策略是什么 深圳市政府的想得很明白 我不搞那些东西 我就花钱 卖 搞定 花钱搞定 所以拆迁一栋房子能拆出1亿来 在全国没有 在深圳才有 所以深圳有很多实习阶层 就是本地的 城中村的这些人 他拆出好多钱来 几千万上亿的 比比结实 在深圳不要说 你有钱 那真的是很有钱 这个实习阶层 就既得利益者 那么还有很多 很多那些早年炒股票挣了钱 就是 沧海一宿 挣了钱 那些实习阶层 很多实习阶层 香港的有很多实习阶层 深圳也有很多实习阶层 那么这些年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这些既得利益 然后现在深圳的这种中产阶级 也开始慢慢起来 但是深圳的中产阶级就是区域保守 那么他就会形成一些 一些排斥 开始有些排斥了 排斥 一个城市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是有问题的 这是第六 第七 基本上深圳的官员 深圳的主 主官 基本上没有来自广东 基本上都是 所以深圳其实是中央政府拿来制衡广东省的一个棋子 广东太大了 当初广东也是一直是一枝独秀 一枝独秀的结果是什么 中央对广东不放心 那怎么办 培养一下深圳吧 深圳也有这个背景 起来的背景 深圳又得到很多的政策 得到很多的优待 这些政策和优待 包括 很多的官员 都是从北京来 从北京 从北方来 这样的话呢 他就不会什么 不会形成什么呢 进行繁殖 很多地方为什么不行 有问题 搞不起来 就是进行繁殖 什么叫进行繁殖 群带关系 书记 下面的一票官员 全是他的秘书 亲戚 各种各样的东西 乌烟瘴气 这个官场就乌烟瘴气 深圳这方面比较好 他真的五湖四海 他五湖四海就这个官场不会板结 官场一板结就完蛋了 基本上这个城市就完蛋了 你可以看到很多北方的城市 出现的情况就是这种 那么深圳没有这样 深圳真的是五湖四海 所以他在官场的 运作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 比较健康 那么还有一点 第八点 我认为深圳有两个战略给予 是 为什么 其实深圳跟广州双层纪 他是双层纪 这个寄生与合生量 余量情节 深圳跟广州 余量双层纪 但是对广州来说 广州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城市 广东人做生意很厉害 发展也很大 但是 深圳就很小 然后他又后发 然后 在这里面就有两个机遇 广州就没有抓住 深圳抓住 深圳抓住了 深圳才有今天 这两个机遇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 金融 金融是基于什么 交易所 股票交易所 一个放到了上海 一个放到了深圳 没有放到广州 那这个 这个金融业在 深圳的影响 那就非常的 这是深圳的支柱产业 所以整个的深圳的这个 福田区 那就是金融业 还有一个什么 互联网 这两个 这两个是深圳的历史机遇 这两个机遇 所以他会有今天 就是这两个机遇 我们大体上 讲了一下 深圳的成功来自于这几个方面 那么后面会怎么样 后面有两点很关键 习近平给深圳重新定位 给深圳重新定位 这是决定性的吗 不是的 或者不一定是决定性的 他对深圳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没有疑问 这里面真正会影响 深圳的未来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人 就是放到深圳的这个主观 市委书记和市长 他们是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话定位的 他自己有没有能力 扛不扛得住 如果他扛不住 深圳就麻烦答了 你可以看什么呢 这件事情可以看什么 看香港 香港的问题 有一半来自哪里 一半来自林郑月娥 你想一下 如果林郑月娥是一个像董建华那样的笨蛋 这事还没那么坏 董建华是个笨蛋 富二代 啥都不会 只是英文比较好 仅此而已 没有别的 他啥都不懂 不会 他想干坏事也干得没那么坏 但是林郑月娥是英国人培养出来的 这个 叫做行政精英 他并不是政治 他没有政治意识 他没有政治智慧 他是很典型的英国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 行政精英 有行政能力 行政管理能力很强 叫行政精英 这种人 干坏事他会干得很彻底 干得很到位 所以他脑子一变 屁股一挪 挪到那边去了 这下就坏了 所以这件事情有一半来自于什么 香港的事情坏事了 首先那一半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习近平 习近平就是要驯服香港 但香港俯首称臣 他变成一个 跟其他城市 我到其他城市一样 他那个领导人点头哈腰 恨不能趴在磕头 他希望是一种这种效果 香港没有 没有就整他 谁来整 林郑月娥来整 林郑月娥是英国人培养出来的行政精英 他很知道 怎么样去运作这些事情 这事情怎么样做得滴水不漏 他底下又有一票人 这些人听命于他 也是训练出来的这种行政精英 那么这一票人干起坏事来 而且他没有 而且没有底线 那这个事就会很坏 所以我就说香港的坏事一半是来自于习近平 一半来自于这个林郑月娥 那么这件事情同样的发生到深圳身上来了 这里面就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看的是什么 看着我说这个主观 这个王伟忠 叫王伟忠 是王伟忠 王伟忠 王伟忠跟那个市长 这就很关键 就是说他怎么去 他的定位 他有没有去执行习近平的这个意图 政治意图 他如果他的位置不稳 他如果不执行 习近平一看 我说的话你不听 把你挪走 就把你挪走 但如果他有其他的政治势力支持他 其实想动他 动不了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就另外一个故事 所以这是第1个关键 这是第1个关键 第2个关键在哪里 第2个关键就在于深圳的这些老百姓 就是我讲的这一票光棍们 他们怎么看 他们会不会 广东很多事情是什么呢 广东很多会发生在北方的事情 广东发生不了 为什么 这跟广东人的性格有关系 广东人不是那么爱当官 他没那么想当官 他觉得挺好 他不是那么想升官 你看广东的情况是什么 经常你在广东很多城市 你可以看到 市政府破破烂烂 区政府修得很漂亮 为什么 因为区长根本不想去当市长 我觉得我在这区里面 干得挺好的 挺舒服的 下了班 弄泡壶茶 穿个塔拉板 在马路边上喝茶 挺好的 这是他的生活 所以你经常看 广东人的性格就决定了很多事情 你在北方 一定会这样发生 但是很多事情 跑到广东去 不一定会发生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就说 习近平想干这样的事情 应该讲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但是这件事情会不会 急转直下 变成香港的样子 不一定 这就要看什么 要看 王伟忠这几个 主要官员 主官 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想法是怎样 还要看什么 看底下一票 这个 深圳的精英们 他们是怎么反应 这个很重要 这两点非常的重要 但是 没有疑问的是什么 习近平的意图已经表露出来 那么 在这个问题上 深圳已经有一块大石头压到顶上了 这个 这个没有改变 这个是不变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能有幻想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本来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我稍微的在 再说一下吧 国考 国考 就是中央机关和制处的机构 2021年这个公务员录用考试 叫国考 国考是 公布了 公布了就是15号考 那么15号考 明天考 报考条件 我大姐说一下 报考条件很多 一个是中国国籍 第二个是18岁以上 35岁以下 然后硕士生 博士生可以放宽到40岁以下 然后用户宪法 用户共产党领导 用户社会主义 神经病 不知道怎么去界定 你怎么用户 考试怎么会 考试打勾吗 打勾就是用户吗 我不知道国考能够提出 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格 能考出来吗 正常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然后第七 大学专科 以上文化程度 这是一个充满了 这是一个充满了歧视的 招考条件 我简单说一下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人民银行 昨天人民银行 非银行支付机构 行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 向公开征求意见 我们昨天讲了一个 人民银行的这个 数字货币 数字人民币已经面试 已经在深圳公测 昨天那个题目呢 就是有网友 还是有很多网友 有很多的问题 我在这里 再把这个题目再简单再 说一遍 什么叫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就是人民币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没什么特点 它就是人民币 只不过它的存在形式是数字化 它既不是纸币 如果把数字人民币 算在一起 人民币就像水一样 有三种形态 第1种形态是什么 第1种形态是 现钞 就是我们拿着手上的纸币或者是硬币 这是第1 第2种形态是我们存在银行的 数字化的 银行 记录 那就叫 就是 属于银行系统里面的 这个货币 货币形态 第3种是什么 第3种是存在于 人民银行开发的 电子钱包里面的数字货币 它为什么是 为什么是数字货币 为什么支付宝里面的不是数字货币 它的属性决定于什么 决定于 人民银行的数字钱包 因为那个数字钱包是人民银行开发的 是人民银行装在你手机里面的 所以 它就是数字货币 其实它的样子跟这个支付宝里面的人民币 跟这个微信支付里面 的人民币 APP里面的人民币 是没有区别 只不过 那数字钱包是人民银行开发的 所以在所有的故事当中 其实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下是什么 就是在这件事情当中 人民银行开发了一个数字钱包 OK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当你把银行账户里面的钱转到这个数字钱包里面去 这里面的钱就叫数字人民币 你不高兴你把数字钱包里面的钱再转回银行账号 那数字人民币又变成了普通的人民币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很复杂 人民银行当然 人民银行做这件事情跟普通的 商业机构做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它有不同的 属性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没有一毛钱的差别 都是一模一样 都是数字钱包 只不过呢 人民银行它是有法定地位 仅此而已 所以 过度解读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这件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 有人跑来讲 数字人民币能不能买黄金 数字国币 数字人民币能不能买黄金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卖黄金的那个机构 他有没有数字钱包 如果他有人民币的数字钱包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买的 如果他 根据 人民币法 人民币有个法 如果卖黄金的那个机构 拒绝接受你的数字货币 他违法 你可以去告他 保证能告赢 所以 他和其他的人民币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赋予他很多很多的 想象中的这种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这不符合 这不科学 这不科学 我就在这里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在整个故事当中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就是人民银行 开发了一个 电子钱包 然后你把钱拨到里面去 那就是数字人民币 你把钱再拨回你的银行账号 又不是数字人民币 OK 就是这样 那今天人民银行又出了一个什么呢 非银行支付机构 行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 这是干什么呢 这就是限制那些第三方支付的 你们现在把钱 装到人民银行的账号里面去 你不能随便放 放到我这里 人民银行为了解决大家的怨气 还为这笔钱 给这个第三方支付机构 发利息 其实这很奇怪 这钱也不是他的 凭什么他收利息 应该老百姓应该是把钱拨付到里面的人收利息 怎么会是支付机构收利息 这很奇怪 你说收手续费 那可以 说收利息讲不通 所以中国现在的 执政水平都是很差的 没有常识 然后这个基金呢 意思就是 我们呢 备付金呢 可能会出现缺口 有支付机构呢 没办法支付 那么你们呢 还是要交点钱给我 那么这笔钱呢 就叫基金 就叫保障基金 这有点像银行的存款保障基金 把钱给我 然后我放在这 那么每个人 万一有支付机构 他倒闭了 那我就拿这笔基金去赔 最高赔5000块 所以大家记住 你放到微信也好 放到支付宝里面的钱 不要超过5000块 因为他最高赔5000块 然后就是这样 人民银行又通过这个 自己弄点钱 这个条例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新闻 我讲的这都是很重要的新闻 人社部财政部要提高 养老金的支付标准 就是社保 社保退休金 现在提高多少 提高5% 从7月份开始记 那么很多地方 有些地方就是 7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就一直往下 那么就10月底补发 有些城市保证10月底补发 有些城市 不保证10月底补发 但是 这个提高5% 从7月份开始 那么还有 有些城市呢 也开始提高低保 提高低保 辽宁也提高低保 城市低保提高5% 农村 低保提高7% 上海低保 每月原来是1160 现在 加80块 提高到1240 就这样 这是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很重要 因为影响很大 那么今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3.6% 那么比去年高出了0.8% 那么但是 其实这个数字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地方债 专项债没有纳入这个 没有纳入这个 地方债 所以 然后今年增加了1万亿的地方债 增加了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 然后再增加了1.6万亿的专项债 所以今年的债务率 说提高到3.6%是不对的 他没有算全 那么 这笔钱 就是说提高5%的退休金 这笔开支谁掏 中央政府 这个中西部全掏 就是各个省 增加多少开支 中央政府给 东部省 给50% 然后明年 自理 大概是这样 中央的政策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推出个新政策 地方政府要多掏钱 怎么办 第1年 我付 中西部落后地区我付 然后 东部地区 发达地区 我付一半 那么明年之后 就你们自理了 就是我请客 你会抄 但是其实今年的通货膨胀没那么厉害 今年1到8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上涨3.5% 但他提高5% 为什么 这没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通胀上来了 通胀上来了 那么他要是不提高待遇的话 有问题 而且通胀上得很急 这是一个可能性 第2个可能性 就是失业的情况很严重 那么他必须 给点钱出去 否则的话 城市会有问题 就这两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通胀上来 我现在不清楚 为什么 在统计局的数据不能相信 他公布的数据不真实 所以这个问题 我不相信 所以他说3.5也不好说 所以一个可能性是物价 一个可能性是失业 大家记住 他提高5%肯定老百姓面对问题超过5% 大家知道 他能给你100块钱 他连100块钱多一毛钱都不会给你的 他就是将将好 他 这就是中共对老百姓的态度 什么人民为中心 人民为中心就是骗人的 好吧 我大体上把这新闻讲一下 讲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 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关于会员费 我今天在有个网友在我的 Facebook上面给我发信息 他说是这样 他说这个 本来呢是苹果要 要收这个谷歌 30% 过路费 谷歌翻脸不行 不行怎么办 最后的结果就是 谷歌在 在5块钱以上 收版的30% 这么个做法 这么个做法的 结果就是我们原来是收4.99% 结果变成6.99%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管怎么样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所有的支付 就尽量的不要在APP里面去支付 去到电脑上登录去支付 这样的话 看看效果怎么样 会不会是 会不会 就是你去网页上登录 不要用那个APP 去登录去支付这个汇费 好吧 大家试试 看看会不会 结果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会继续投诉 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 进入互动之前 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 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请大家 尽量简洁 那么我们可以读更多的 内容 好吗 好 鸣谢一下 三门高 谢谢 杰西菜 谢谢 邓丹 谢谢 姥姥王 谢谢 江江 谢谢 Little Lamb 谢谢 张小鱼 谢谢 Anne Kong 谢谢 好 讲观点 在40周年表扬大会上 林郑被丢去角落 坐冷板凳 对比港中澳大桥开通时 林郑和习是走在一起的 以座位论高低的CCP内 是不是代表林郑已经被CCP放弃了 基本上是成为推出来的替罪养 中共现在还是论资排辈 论资排辈 林郑是 排到后面去的了 前面有 前面有几个老特首 董建华这些特首在前面 夏宝龙他们都在前面 所以林郑排到后面很正常 非常正常 是不是被冷落呢 他是这样 他有可能呢 就是 把他拎出来 特别走过去给你握个手 就像当年那个江泽民 突然在人群当中找出董建华 走过去跟他握个手 大家 哦 原来这个特首是他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他有没有特别的想法 那么林郑又排在冷板凳那 也是合理 不一定代表什么 但是如果他特别走过去 跑到林郑又面前 把他拉出来跟他握个手 照不下 那是有特别意图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动作呢 也不反映有特别意图 因为这是 这是规矩 他坐龙板凳是规矩 观点 林郑已经把香港变成国内的一个市 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市委书记 非常让我悲哀 王老师打卡香港 这次习总的大会 我直播全看完 没有亮点 都是王老师判断的方向和口径 强调的就是两件事 一共产党要领导一切 二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偏 本职大会最亮的点 应该是习总 咳嗽了 咳嗽了三成 造成不小恐慌 我想问王老师 是不是抽空讲讲什么是 国内国际双循环 双循环相互促进 我真的搞不懂什么叫双循环 难道中国大陆设厂 只能在大陆内的 内循环做生意 双循环是这样 经济循环有两个循环 一个是内部循环 就说 我这里 做牙膏 做牙膏呢 牙膏厂在国内 然后牙膏厂去买原材料 把牙膏做出来 然后在国内的超市里卖 国内超市的老百姓买了之后呢 牙膏厂不就拿到了钱 又去买原材料 又做牙膏 老百姓又在超市里买牙膏 这不就一个内部循环吗 这是一个内循环 这所有的经济体都会有内循环 这第1个 只不过内循环的模式跟领域不一样 你比如说美国就没有自己做牙膏 因为牙膏他自己已经不做了 比如说 比如说家具 美国已经不做家具 家具全部是进口 进口是什么 外循环 就是 做个东西 出口到国外 拿到钱 再去买原材料 再去出口到国外 这就是一个外循环 或者是美国 我这个进口家具 卖给商场 商场卖给顾客 我拿到钱 再进口家具 这是外循环 这都是外循环 内循环跟外循环 一个正常的经济体 它既会有内循环 又会有外循环 那就不用说 如果是 仅仅是一个这样的普通的事情 不用谈 不应该变成一个国家战略 那么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国家战略 就是因为 中美翻脸 西方国家 就搞一个新的TPP 就是围堵中国 就不跟你玩了 我们要脱钩 跟你经济上脱钩 跟你经济脱钩意味着什么 你的外部循环 就有障碍吗 当你外部循环会有障碍的时候 那你就会受到冲击 你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你要开始做些准备 就万一这个冲击来的时候 我该怎么因应 刘鹤就给习近平出一主意 说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啦 对吗 外循环对我们 不是那么重要 不那么重要 我们的经济呢 以内循环为主 那我呢 就强调 我们就 为了应对这种脱钩战略 我们要做一些战略调整 我原来很多东西都布在沿海 现在我内循环的话呢 外部需求没那么大了 我把产业布到中部或者西部去 这个地方成本低 我效率会更高 我内循环的话 我这个 我这个战略附地 经济附地很宽 我可以进行内部调整 我在外部循环 没有开始实质冲击之前 我先做调整 先做准备 这就是内循环的来源 但是我又不能讲出来 一讲出来 大家都恐慌了怎么办 所以我就 讲话当中呢 以内循环为主体 内外双循环 相互促进 这话呢 就是中共的这种话术 后面这就是屁话 你不用理他 其实呢 他是在强调内循环 就这个意思 但是他有没有意义呢 有意义 他会改变中国经济版图 但是这件事情会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十四五规划当中 十四五规划就是五中全会 就是 10月底会开的这个五中全会 他就是要制定 十四五规划的方向 这个方向呢 我们现在来看 就讲内循环 他会不会提双循环 会提 话就得这么说 说周延 但是 周延的话都没有意义 周延的话你都听不懂 你把周延的话那部分拎掉 就是内循环 就这意思 内循环跟你做生意有没有关系 设厂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什么关系 你想一下 如果你厂子做的包全部出口到美国 美国对你对中国进行 脱钩 一脱钩把关税提高到50% 你的厂子就出不去了 所以对你是有影响 那会不会直接关系到你的生意 未必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不是 一天就会发生的事情 这都是要用三五年时间才会发生的 你才会看到结果的事情 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因 就会在三五年之后见到果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所以 你要明白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早做准备 不做错事 情绪 王生太战了 今天看完10点发言稿 就是一肚子气 林郑不要脸 还说不介意深圳超过香港 他凭什么代表香港说这些 他是拍马屁 拍马屁 当然 他介不介意 第一 深圳永远不会超过香港 为什么 香港的 香港已有的这种地位 深圳是超不过的 因为香港拥有深圳不具备的东西 这是第一 第二 香港也超不过深圳 为什么 因为深圳有的东西 香港也没有 你比如说科技呀 香港没有 香港没办法开展这种业务 所以深圳跟香港 老实讲没有可比性 它有两个不同的属性 这两个城市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我在这两个城市生活的时间最长 香港有的深圳没有 深圳有的香港没有 但是 总的来说 深圳 和香港 从人口的规模 从城市的规模 从产业结构 它基本上不一样 所以他们 理论上来说 香港的规模 深圳的规模最终会超过香港 原因是他的人口规模实在太大 而且 还在增长 但是 香港的今天拥有的东西 深圳是不会有的 你比如说金融业 香港的金融业跟深圳 深圳金融业是不可能跟香港金融业 相提并论的 这些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 林郑悠悠说这个话 只是在拍马屁 没有别的 观点 王先生对深圳成功的因素分析报告 比今天CCTV上那篇零分作文 分析的深刻的多 亲历深圳特区这几十年发展的人都很有共鸣 突然有个想法 王先生是不是可以考虑写些文字的专栏 文字化的思想比较适合学术上的沉淀 和细沙长流的传播 我有时间 我一定会写 我现在是没有时间 我很想写 我在Patreon上面会 我原来是想每天写一个点滴 每天写滴 然后一年可以攒个300多篇 我可以出本书 但这个点滴我都保障不了 因为经常会有很多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保障 我希望能够有时间 等我们节目成长起来 我直播可以剪到一档 那我就可以写了 观点 深圳是山寨之都 应该是中国墙内最自由的城市 深圳的活力在于体制内允许最自由的环境 这才是深圳最强的竞争力 就是不能坚持党的领导 一坚持党的领导 深圳就完蛋了 就没有这种自由了 所以习讲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 这才是深圳的10个成功经验 这不是胡说吗 观点 习来深圳之江党的要求 从来不提普通老百姓的要求 无论深圳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大都市 凭80%的人没有任何保障 两千多万人 其中有1700万人没住房 来的就是深圳人这一片子的口号 与代表深圳代表14亿中国人的强盗口号一样 拿三四千元的工资 住着比伦敦纽约还要高的 70年的房子 无论深圳多么外观 多么光鲜亮丽 早就失败了 大家相信吗 深圳的住房 60%在城中村 深圳的住房面积有60%在城中村 什么意思 也就是深圳至少有70%的人 住在城中村 城中村是什么情况 现在这两年城中村已经改造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大家知道城中村里面的房子是什么 就是握手楼 没有配套设施等等 城中村就是一个 张乱差的代名词 所以 大家知道深圳有今天 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有城中村 情况 我来美国 前在深圳创业25年 在所谓高新科技行业 确实如王先生所说 创新基本上都是核心技术拿来主意 以产品应用创新为主 过去深圳真正赚钱的方式只有一种 开工厂做外贸 但是最近10年除了房子挣钱 真正创造财富的管道基本上没有了 这是大量像我一样的人离开深圳的原因 非常正确 像我一样的人 观点 看看周围习身边周围的人就明白 为什么 中文字典里面有奴才两个字 才搞懂了5000年历史的中国 比利国200多年的美国落后的原因 终于明白了 OK 情况 昨天朋友圈情况 大家纷纷恭贺 家在深圳的朋友 认为 深圳房价会继续涨上天 政策支持下会成为超一线城市 以后只有北上升了 没有广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广州很厉害的 广州也是很厉害的 广州这个城市博大精深 很好吃 观点 林郑是事务官 却当了政务官 是典型的没有政治智慧 在民主体制下能干好事 在独裁体制上 干坏 干坏透的事 非常正确 提问 如果香港的自由开放的大门被关闭之后 对深圳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特别是金融领域 跟深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吧 香港有基金 香港有很多的基金 全世界大的基金都在 香港 香港基金业很发达 那么这些年香港 政治动荡 习近平把香港变成一个 国安法 控制下的香港 那么这个很多的基金就要走 就要走 往外跑 跑掉 跑哪去呢 跑两个地方 一个是跑新加坡 一个还有个地方 大家想都想不到 跑日本 这基金要么去新加坡 要么去日本 有没有去深圳 当然没有 有没有去上海 没有 为什么 习近平就算把香港变成深圳或者上海 他为什么还往那跑 所以 没有影响 就是 香港怎么陨落 深圳都不会得意 不会得意 他只会 受损 为什么 你想一下你隔壁有个那么强大的经济体对你是有好处的 不会有坏处的 他要是陨落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除非你能承接他一些行业 我是说深圳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城市 他没有可比性 所以深圳没办法承接香港没落的行业 观点 看到微博上有人说的特别好 中国人喜欢开小灶 特驱 特价 特殊人才 特殊渠道 扶持重点等等 这都是贪腐作假 不公平的起源 这些都是中国人 尤其是中共政府 不肯系统性改革 不肯推倒重来 保留落后 保持现状的典型特征 为什么不能全面降税 全民优惠 全面降税 全民优惠 钱都跑哪去了 我没钱了 政府没钱了 他当然不干了 观点 广府人不爱当官 客家人比较喜欢当官 文化不一样 客家人保留了更多中原人那种宗族观念 和官本位思想 粤语 广府人更偏向于海洋文明 重商主义 是这样 最有名的两个 两个客家人 都是当官的 一个是 都姓李 一个叫李登辉 一个叫李光耀 他们都是客家人 都是当官 而且当最大的官 观点 中国近代史里面 广东曾经在国民革命中 涌现了大批叱咤风云的名人 可是49年以后 中国政治基本上没有广东什么事 从49年至今进入政治局 只有9个人 这仅仅是因为地理远离北京呢 还是文化 文化的原因 还是那个客家人 广东人里面最有名的客家人是谁 就是中共官员 叶剑英啊 叶剑英是客家人 所以叶家在广东势力非常的大 客家人的势力很大 在深圳 也是客家人的天下 深圳的原住民就是客家人 原住民客家人 问题 我生于香港 是有长期病患的穷人 学历仅至中学 40岁 无资产的打工仔 请教王剑老师 在未来5到10年 香港 深圳 广州 哪个地方 适合穷人狗活 工作环境比较稳定 又比较 安定生存 谢谢 如果你有长期病患 需要照顾 然后你又没有学历 没有技术 你只是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我建议你留在香港 为什么 两点 第一点 像你这样的身体状况 你需要医疗的支持 在中国大陆 你想都不要想 所以中国大陆你就不要去了 你留在香港 香港的医疗制度 能够让你苟活 让你活下去 而且能够治你的病 这是第1条 第2条 在中国最不值钱是什么 在中国最不值钱 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非常不值钱 那么在西方国家 在香港 劳动力是值钱的 所以你的劳动力 如果你只能出卖你的劳动力 那你就要留在 劳动力值钱的地方 那就是香港 所以你还是应该留在香港 提问 王先生 我只是一个每月能够勉强养活自己的一个人 部分生活要依赖父母 没钱买房买车 我看到身边的人逻辑世界观 还有我自己的生活经济状态 后 不想结婚生子 但我父母强烈要求我结婚生子 不然 父亲会在外面乱搞生子 之前已经试过 我本来就无法原谅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父母又红又专 而且愚昧的共产党员 无法沟通 我对他们完全没有爱 我想脱离他们 但经续上又不允许 我该怎么办 我的天啊 这是天问吧 第1个 我觉得你还是要先想办法把自己养活 你只有得到经济上的独立 才能有人格上的独立 你父母现在能够干预你 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你还要依靠他们 如果你不想依靠他们 你要自己独立决定自己的人生的话 你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你能自己活下来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啥都不用想 好好地去经营一份工作 好好地把你的生活安排好 再说其他 别的就没有了 中共的忘恩负义不是今天开始 也不是指对香港 对台湾人也是一样 台商在中国赚到钱的少得可怜 资金和产业被夺走的比例高得可怕 提问 我孩子四年级开始学习共产党 建立抗日根据地 学习共产党的建国史 怎么去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如果直白地告诉他历史的事实 会不会造成 孩子思想上的独立 我觉得还是要有方法吧 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是 还是要用更多的知识和内容去 武装你的孩子 让孩子知道很多的真相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 孩子还是很简单 他不会掩饰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 他在学校里面对的 处境 所以你要控制两点 控制第一点 就是你怎么去把你应该给他的知识传输给他 有控制的传输 防止出现他被孤立 另外一点 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价值观的灌输 所以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一句话两句话讲不完 但是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你要有意识 第二 真的要用心 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观点 网友说得对 网页是4.99 iPhone是6.99 因为iPhone减着苹果30% 就是4.99 OK 那大家都去网页吧 不要在iPhone手机上付费 好 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喜欢一个没 wait合订阅